您換裝e-tag了嗎 到目前為止 全台還有120萬的使用戶 在使用原本的OBU機 從今天開始 帶著身份證以及駕照 就有441個地方免費安裝e-tag 最快5分鐘就能搞定 那我現在要再一個多安裝囉 國道電子收費系統到目前為止 還有120萬的用戶 是使用原本的OBU機 不過從今日起 民眾就可以到遠通門市 台雅加油站 Toyota車廠 車利物汽車百貨等 全台400多個據點 免費申請換裝e-tag 不少民眾一早就來排隊 準備換裝 因為未來是政策 不裝也不能上路 因為國外也都是用這種的 台灣應該大力推行才對 現在這個e-tag看不到金額 以前一按就看得到金額 OBU機換裝e-tag很簡單 先檢測玻璃 如果沒有金屬反應 就可以直接黏貼 再卸下原本的電池 三個步驟最快5分鐘搞定 換上e-tag之後 智慧型手機的用戶 就可以下載專用的APP 查詢餘額 沒有智慧型手機也沒有關係 儲值方面可以到四大便利商店 遠通遠傳門市和遠東 及台新銀行等地方 只要報上車牌和身份證 就可以加值 國道電只收費新系統上路 使用率一致備受關注 對於使用率會不會持續提升 遠通發言人表示 目前遠通的一個利用率是達到了58%這樣的數字 那未來還在繼續的努力 這個努力是沒有一個預設值 遠通預估7月31號開辦免費安裝後 將會有10萬車次換裝潮 除了8月底前免收手續費外 在國道全面繼承收費前 通行費皆有9折的優惠 民眾不用搶先安裝 只要在期限前換裝就行了 聯合宜 陳靜怡 周韻柔 台北報導